- 你好我是韓國人,我們是打假漢獎 然後今天韓國人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傻爆眼的新聞 他說啊,台大開選典禮公開談反送中啊 家長進嗆,退背不退找媒體 哇,那個標題寫家長進嗆 這個三立新聞啊,真的是 什麼叫家長進嗆啊 家長當然可以質疑啊,你奇怪 你開選典禮談什麼反送中啊,各位朋友 我現在最賭爛是什麼言論自由,連個秩序都沒有啊 現在大家都已經非常清楚,你知道 因為開學典禮了嘛,對不對 開學典禮已經9月,大概他是寫9月1號的開學典禮 那大家已經非常清楚反送中現在到底在搞什麼 也很多人知道,這個就是一個政治議題了嘛 那然後為什麼會爆發這個事件呢? 也就是啊,這個9月1號啊,開學典禮的時候啊 台大學生會長,又是台大學生會長 然後他跟新生致詞啊,他講了什麼 來,讓大家聽一下 他說啊,首先先跟歡迎大一新生啦 然後他就開始感慨的說啊 今天是9月1號啊,台灣人沒有人罷客啊 如果今天這是香港大學的開學典禮啊 或許就不會這麼多人出席啊 什麼鬼啊 可能有人在昨晚街頭被警察的子彈射中 後來被來路不明的白衣人士攻擊 甚至是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法的狀況被拘捕 他接著說很多人說台灣要撐香港 但其實更多時候我覺得是香港在撐台灣 他指出香港的命運正在和台灣互相聯繫 並在最後呼籲啊,跟我一起做夢 為更好的校園、更好的社會 甚至更好的世界共同努力 請問這個台大學生會長 你講了這麼多,喔什麼被警察射中 那你要不要講說,或許我們一起去打警察啊 為什麼韓國人今天很篤籃的原因 第一,反送中已經連結到選舉 韓國人講一萬遍了 蔡英文聽反送中是幹嘛 為什麼韓國人這麼生氣 你挺香港的,你有實質的作為嗎 你也不派國軍 你又是什麼學生會長 你整天都是學生會長 那麼多大學都在搞這些啊,各位朋友 難怪,為什麼我就覺得 怎麼最近年輕人都怪怪的 很多都,是非都不分什麼 都全部都講自己好像很可憐 講這些香港人好像要連結到我們自己 其實到底關台灣屁事啊,各位朋友 而且這些人真的精神錯亂耶 很多啊,在那挺反送中的 然後超討厭中國 然後自己不說自己是 我們自己是中華民國嘛 簡稱也是中國嘛,對不對 自己都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的百姓 自己都覺得不想要當中國人了 然後你拼命要去管中國的事情 你拼命要去管中國的內政 你們是有病是不是啥 你現在明文條例都寫得非常清楚 香港現在也就是屬於中國大陸的 不然是哪一國的現在 各位朋友,有這麼難懂嗎? 有這麼難懂嗎? 如果你今天說 好,我承認我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我想要把香港奪回來 我想要 因為我們反正我們治權上面 我們算是只有台澎金馬這樣而已 但是我們當然我們深層主權是有整個大陸嘛 好啊,那你就用這個立場然後去講啊 那OK啊,那沒問題啊 那不是嘛 現在在那搞反送中的基本上 一半都是台獨啊 那其他當然還有一些就是比較單純的 一些路人甲路人椅 看到這議題覺得 喔,好可憐喔 警察亂射人喔 那都沒有看到那些 那些那個 示威者在那警察局丟東西 然後打警察 然後攻擊市民 跟他不同意見市民 就攻擊 民主自由 你們爭什麼自由啊 你們爭什麼自由啊 我光看到有一些民眾跟他們 有一些口角就是 我跟你意見不同 你不要干擾我的生活嘛 有很多民眾都已經 跟那些反送中的人講 你不要干擾我的生活 你讓我們趕快去上班 人家罵他們怎麼罵也沒用 甚至有一些怎麼樣 示威者來去攻擊 這我們都看在眼裡啊 這都是已經反民主的事情 這都是一些獨裁者才會做的事情啊 各位朋友 所以我真的很不屑 這什麼民主自由 那為什麼今天韓國人很生氣 你開學典禮 你看我就覺得台灣真的超不公平的耶 你開學典禮 因為你是學生會長 所以你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這個典禮上面 跟很多新生發表一些 歡迎大家 因為大家也都是學生 未來也跟學生會 也息息相關嘛 對不對 你在跟我講反送中 蛤 台大也非常多事情可以關心啊 台灣也非常多事情的 可以關心啊 各位朋友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一件事情啊 還有這些 什麼台大學生會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一件事 還有各位在看我影片 生活在我們台灣土地的百姓 你們要非常清楚喔 這一次校方啊 是說啊尊重 尊你老師啦 真的是尊你老師啊 什麼尊重 真的耶 我呼籲大家 真的要站起來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站起來 大家有沒有搞清楚 台大是國立大學啊 國立大學是每年都拿教育部的什麼 補助耶 教育部的補助是誰來的 就是我們人民納稅錢嘛 難不成是自己 蔡英文自己生出來的喔 各位朋友 是拿我們人民納稅錢耶 各位朋友 去補助 然後去培養他們 我們沒問題啊 培養不錯的人才出來 有沒有台大生 那麼多國立大學 也都是 都會有在這個教育部的經費裡面啊 那這也都是人民去撐起來的 不是嗎 所以啊我真的建議很多那種 什麼年輕的人啊 一直在瞧不起什麼 那個老人啊 說什麼他們什麼學歷不好啊 什麼很慫啊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 他們的穗金也是在支撐你們教育的一環啊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啊 我覺得人只要感恩的心就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這些長輩為我們種樹 讓我們可以乘涼 讓我們不用在 可能他們以前時代 還沒有在經濟起飛的時候 像比如說阿公阿嬤的時代啊 那都要有戰亂 隨時都要躲到防空洞 對不對 然後每天吃飯 有聽阿公講 他們還要吃那個什麼 地瓜稀飯 很難想像耶 就非常貧窮啊 非常辛苦 他們也過過來了 讓我們現在有一個 至少安穩的生活 可以這樣子過 但是當然國家是越來越差了 經濟也是越來越糟糕了 所以為什麼韓國人覺得很不爽的原因 是因為 你們拿了這些補助 然後家長只是出來抗議 你們還在覺得 哇我們是維持學校自由啊 學生自由 治你老師啦 你是拿教育部給補助的耶 各位朋友 這都是全民一起做的投資啊 你懂不懂 當然有人care啊 有人care 那你不尊重嗎 不是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不是尊重言論自由的社會嗎 對為什麼很不爽 因為反送中 為什麼韓國人說這已經政治議題 來 來你們看 這個之前啊 在6月14號的時候啊 這反送中這個集會遊行剛開始 就有台大生在那召集 有沒有集結然後要去挺啊 那然後誰上去發言 林非凡啦 各位朋友 林非凡啦 就在台大啦 台大生反送中之夜 500人集結 林非凡說 今日香港今日台灣 這就已經是政治了嘛 這就已經是政治了啊 這有這麼難懂嗎 各位朋友 很噁心吧 其實這所有東西 為什麼韓國人會去很厭惡 就是因為這樣去拼湊 你們就懂了嘛 又是這個林非凡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這種話 所以為什麼家長會反彈 還有網友回什麼 你看新聞都寫 讓網友啊 那個家長要找消極會幫忙啊 如果不幫他就要找媒體啊 讓網友們啊議論分發 直呼小孩讀得到台大 還有這樣的家長 你看 現在台灣的這種 自以為是的一種教育 真的是已經誇張到翻掉 這些在搞反送中的台大生 你們有搞清楚 我們有什麼籌碼能去搞反送中嗎 你們到底覺得我們有多少籌碼去搞反送中 我就問這麼簡單 我們有什麼籌碼啊 我們今天已經是世界大國了嗎 經濟還是哇 把佔據 像20幾年前還佔據大陸40%的GDP嗎 我們是有這個能力嗎 現在 韓國人不是講了一萬遍了 我們對大陸的出口 在2018年1-6月是創新高 然後今年也是 今年是 每一國的貿易出口都是黑黑黑 但是 到大陸的出口還是No.1 水果農產品也是No.1 那請問我們到底有什麼籌碼去跟大陸搞這些 然後又是你們這些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人 你們到底有什麼籌碼去跟人家談呢 一切一切又是選舉的問題嗎 來 今天的新聞才剛出來 各位朋友 台大女衝港同進退 台大女 台大又是台大 台大一年級啊 就是剛參加完他們新生訓練 還有那個什麼 我剛講的那個開學典禮的這個 台大新生王姓新生以行動支持香港 他和港人一起示威啊 一起被港警追趕 差點在什麼 東永地鐵站被關站 為逃避追捕 徒步走了15公里才脫困 他說守護香港就是守護台灣 明年總統大選台灣人要爭大眼 不要投給把台灣送中的候選人 你看 一切一切又是為了選舉 各位朋友 又是為了選舉啊 什麼都是為了選舉 你今天要我們去討厭大陸人 你叫你製造 讓我們去討厭大陸人 又是為了選舉 選舉 卻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一個象徵 各位朋友 噁心啊 原來人類與人類之間的仇私 是為了這個民主自由啊 各位朋友 這個台大一年級的新生 我還覺得啊 他有尬指還跑去 OK 這一點我認同 但是後面那句我完全不認同 什麼 真大眼 不要偷給把台灣送中的候選人 你今天你去挺香港 你也先承認你是中國人吧 哈囉 對不對 那你在管人家內政喔 你在管人家內政 你又不承認自己中國人 管人家內政是什麼 精神病喔 我真的覺得台灣現在有一種病態欸 一直在培養出一堆在搞示威遊行的人 這不是一個生病的社會才會出現的嗎 覺得一直笑大陸說 啊你們不能罵什麼領導人怎麼樣 我覺得是本末倒置欸各位朋友 我們言論自由只是拿來罵領導人的 這個我也覺得蠻好笑 那我今天領導人做得很好 今天這個總統做得非常棒 鬼才有時間去罵他 大家都搞不清楚一個重點 大家一直把好像罵領導人 當作是我們的一個很 很驕傲的事 然後跑去嗆大陸 超常看到很多絕青 超喜歡幹這種事 嘿嘿 你們大陸人不能嗆領導人 哈哈哈哈笑 神經病啊 你今天台灣人民過得都很好 過得都非常富足 鬼才有時間去嗆領導人啦 神經病啊 那要不要問新加坡 新加坡是爸爸傳給兒子的欸 我們要不要去幫新加坡爭取民主自由啊 各位朋友 那我們去爭取一定一堆人罵我們是神經病 所以韓國人就講嘛 我們不需要去笑任何人的體制 然後去搞反送中 卻只是為了讓一群政治人物 能謀取到選票 難道不是嗎 人類就這麼傻不會變通嗎 就整天像個白癡像個機器人一樣 好像在那 我就是罵領導人好嗨喔好開心喔 每天罵哇太棒了 只有我們台灣可以罵人家大陸中國都不能罵 你看罵了還要被關 還要被關到集中營 這是什麼優越感啊 所以啊 透過台大這些事情啊 很多爸爸媽媽如果有在看我影片 拜託好不好 有在繳稅的人 請站出來好不好 真的讓這些你看 民進黨以前真的一直叫國民黨黨政軍退出校園 那國民黨也退了啊 就你看現在學下一堆在搞這種什麼獨派 或者是這種什麼反送中的這種政治議題 你看甚至這個學生還要在那講說 台灣人要睜大眼睛 不要投給把台灣送中的候選人 還要在那強調選舉 這不是就是政治了嗎 要不然這是什麼半家加九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經病啊 你們既然你要幫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還怕流血啊 我們中華民國在革命的時候 是一堆革命先驅是被砍頭的耶 那被砍頭每一個我們都要 那是不用革命啦各位朋友 請用腦袋去想一下啊 到底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這麼好分辨 這個反送中就沒有真的要搞 現在又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人家林正月娥都退了 好又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我實在不懂 我實在不懂 韓國人也跟大家講過了 我也去過很多機構去表演給他們看 我看到非常多人需要幫忙 我也願意拿出花我一點點時間 帶給他們快樂開心 那請問這些學生在幹嘛啊 你以為你在什麼 你在歷史的橫溝嗎 你是在歷史水溝啦 你只是幫一權謀權的人啊 在為他們的政治前途 奮鬥啦 噁心死了啦 還在那什麼頭對的人 然後最後我也要給大家快速看 你看 東吳學生站出來力挺同學真民主啊 你看這也是啊 什麼港生返鄉被歹三人啊 東吳大學證實 離姓學生被壓啊 那請問他怎麼被壓啊 各位 我覺得這些人喔 真的要把法治跟民主自由先搞清楚啊 為什麼會被壓 是莫名其妙被抓嗎 韓國人也講了 你們這些人啊 有種 我們現在就去總統府好不好 你們就去丟石頭 就在總統府前面丟石頭 我們是自由民主國家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是有自由民主了喔 那我們去總統府前面丟石頭 丟 看看有沒有人會被抓我們 他們有沒有人抓我們啊 難道他們是莫名其妙被抓嗎 難道他是站在那裡玩什麼 英雄聯盟被抓嗎 難道他站在那玩手遊被抓嗎 不是嘛 你們搞清楚啊 難道他們警察不需要跟他們民眾交代嗎 這麼多人沒有出來抗議 他們也是要過生活 難道警察不需要跟他們交代嗎 警察維護安全不是要保護這些居民嗎 你們搞清楚狀況 今天不是七百萬人出來 今天不是全部香港人都出來 其他人的安全不是安全喔 我們都已經看到非常多影片 韓國人已經講了一萬次啦 對不對有很多人 跟反送中的人起口角衝突 被打也是一堆 被那些自危遊行者打 警察不用維持秩序嗎 警察就很簡單的功能 他就維持秩序嘛 不然咧 不然跟你們怎樣 刷抖音是不是啊 神經病嘛 一群理由薄弱 整天只會講一堆幻想語言 我們要邁向明天最好的一夜 民主得來不易啊 你今天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啊 我們絕對要守護民主到底 我們明年選舉 一定要選不會輕重的候選人 真的是神經病 韓國人在這呼籲啊 我們真的要站出來了啦 好不好 真的這些校園啊 請這些政治勢力啊 趕快退出吧 這一定一群騙學生的 五大訴求可以成功嗎 啊 可以啊 主軍隊去打仗啦 真的流血死人啊 對不對 再繼續搞仇事啊 來啊再繼續搞啊 打仗嘛 你們整天覺得訴諸可憐 就可以得到 放屁啊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我住土城 我也來土城革命好了 好不好 那我就訴諸可憐 警察一抓 警察抓我 那每個城市都來搞一個 好不好 我去總統府前面丟石頭 然後警察來抓 警察抓我 我是要爭取民主自由 那是一群混蛋 把民主自由都玩爛了 這麼棒的一個民主自由 這麼神聖的一個民主自由 一個人類最終的一個自治能力 到最高的時候 可以實行的這個民主自由 都被你們玩爛了 然後讓人家看笑話 各位該是團結了 把這些政治能力給趕出去 還有這個什麼校方 給我最好聽著 不要再怕了啦 不對就說不對啦 什麼尊重學生啊 現在已經不是尊重的時代 現在是個是非的時代了 好啦如果有喜歡今天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們訂閱 然後幫我們把小鈴鐺打開 如果有任何想法 也在下方留言 然後希望這集大家大力分享 真的台大太誇張了 對台大這些什麼學生會長 真的是要 還有什麼東吳也是啊 這些看那種政治勢力啊 都侵蝕 民主自由跟法治完全混淆了 一群小混蛋 那我們是達傑和槍 我們下次見 拜拜